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统好像在做什么事情 可是真正在准备什么事情呢 民众摸不着头绪 先来看看在立法院 立法委员许巧新就问了我们的内政部部长说 你怎么会讲说 囤弹药在公庙是假消息呢 明明我这里有公文 他就把军方在112年的发函 这一份公文公布给大家看 来 在这儿 说有啊 你这国军后勤单位规划 把弹药玉囤到各地公庙 真的有公文啊 公庙也收到呀 所以你怎么会说这是假讯息假消息呢 是不是可以跟全民说清楚 而另外赖清德总统 最近不是主持了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吗 第一次有开会 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说政府未来预计培训40万 可视民力 外界说这40万可视民力就是民兵嘛 要来做台海战争的相关的防卫 刘顺芳又有不同见解的 他说不是不是 这个民力 是民力跟兵力不一样 我就我也看不出来 什么叫做民力跟兵力不一样 所以40万的民间的这个民力也好 或是民兵也罢 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预防什么事情呢 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AIT的执行理事 蓝英就讲了 他说赖政府非常好 因为有做到强化防卫全社会任性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兜起来了 这是美国人要我们做的 而另外川普也接受了华游的一个访问 那里头跟我们台湾相关的 我们整理在这里 包括这一位华游的专栏作家 迪森他怎么问呢 他说如果你当选总统 中国会攻打台湾吗 川普说不会 在我当总统的时候 可是我如果不当他们就会 最终他们会 所以只有我能抵御中国 让中国不打台湾 而另外迪森又问了一件事 他说台湾现在的国防支出 已经达到了我们台湾的GDP的2.6 其实都比这个大部分的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还要高 那川普说拜托才2.6% 我们他说你们台湾应该花10% 10%是什么样的概念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台湾2025年的GDP预估是 26兆4100亿 如果10%是2兆6400亿 那会排挤到多少的预算 会所有的民生有很多的东西 都可能会被牺牲 你看看乌克兰 他现在在打仗 他们的军事支出 就是高达GDP的37% 我们要走到那一步吗 而另外我们看到 今天10月1号 是中共建政75周年 习近平昨天就说了 他说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陆委会有回应 他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的国家 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这是核观事实 及台海现状 而我们看到包括台海的问题 看起来有紧张的局势 所以美中 中美 终须一战吗 我们看到包括 美国的海军有祭出一项计划 叫做33号计划 这是什么呢 说是会整合AI 无人系统 并且提升后勤跟人力的素质 以便在西太平洋维持战力的优势 所以外界说可能2027年 万一爆发台海冲突 这个33号计划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而现实的状况是什么 在南海我们看到局势 前一阵子大大小小的冲突 包括共军南部战区 南海也展开了备战巡航 为期是两天 这是过去的时间叠928 我们看到菲律宾 美国 日本 澳洲 纽西兰等五个国家 也在南海联合军演 这边在军演 中国大陆也一样 在备巡 战备巡航 所以都有秀肌肉这样的态势 而在空中也不得闲 我们看到最近有一场 非常危险的 空中近距离的事件 这是美军上个礼拜 在阿拉斯加附近 执行例行的拦截活动 我们看到俄罗斯苏凯35切到美国的F16的机笔前方 两架飞机距离只有几英尺而已 好险闪避得宜 没有发生碰撞 我们看到美国的防空司令部是这样讲的 他说俄罗斯的拦截是不专业 而且危险的举动 所以我们看到包括美中对峙的状况下 俄罗斯也不会退让 看起来俄罗斯跟中国背靠背 在军事上面的结盟 更深更广 而另外包括中俄海军也在阿拉斯加活动增加了 美国存在对付的存在 美国也在 某种程度也在监控他们 另外说是中俄把手伸进北太平洋 北太平洋攻海吗 两国的舰艇检查 有一些船只过来 他们会登艇检查 所以我刚刚说了 这两个国家 联合军事行动一起对付的对象 很清楚就是美国 最近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 我们看到王毅出席了 他在这个地方 在纽约也会见了布林肯 中国大陆的官媒这么说 他说对华府的信誉存疑 美国人讲什么 我们存疑 我们保留 所以中美将会保持斗而不破 这是最高的准则 而两个人握手 外界认为要铺路习拜通话 有可能习近平跟拜登 会透过视讯来通电话 来我们请教李深峰委员 怎么看这样的局势 尤其是赖总统说的 这一个所谓的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 感觉他的任务很神秘 这一趴里面信息量太大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简列的提一下 第一个我的国语不标准 因为不标准 所以把它解释的 全世界很好 叫任性委员会 任性委员会 他的任性而已 哪来带来台湾的任性 我们今天讲一句话 备战而不避战 必然会战争 今天只有在强调备战备战备战 但是用了什么方式去避战呢 请各位想一想 现在是台海最危机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安全跟美国的防卫 跟美国的资源 是有百分之百的相关 而美国现在深陷在俄乌战争 深陷在中东战争里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认为一个战略的规划者 这是不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个时候我们即使要做什么 也不要在这个时候做 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的是 国家的领导人是谨言慎情 而不是任性妄为 今天我们是在任性妄为 我们嘴巴之后讲备战备战 我们的避战在哪里 请不要忘记 今天中美之间再怎么大的冲突 大家各自在做准备 可是他们也用很多的努力 在避免这个冲突 管理冲突 我们是任性 放在那 我们不晓得说 我们凭什么去任性 我不晓得 我们有什么本事可以去任性 第二个 整个的国际局势 因为在9月份的那一颗 31AZ的战略飞弹 在21分钟飞跃了 1万2千公里之后 这个世界的局势改变 本来美国对着苏联 对着俄罗斯 还有一点还可以嚣张的样子 自从这个一放了之后 不一样 美国已经把中俄两个搞在一起 中俄本来俄罗斯 还有一点胆寒 现在胆子可壮大了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美国最喜欢讲的 这个贡金的拦截 二金的拦截 不专业 而且是危险的几栋 他不是每次都这样讲吗 那个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 因为过去 你是怕东西西南北 整个全世界都是你的自由空域 都是你的自由海域 都是你要走哪里就走哪里 怕东西西南北 现在呢 中国的飞机会在你的前面越过 大陆的军舰会在你的前面插过 这个时候俄罗斯的飞机 也会在你的前面插过 所以他到处只在告诉你要什么事情 因为你们是不专利且危险的几栋 那为什么全世界没有其他的国家 讲这一句话 都是美国在讲 因为他倒是以为 整个地球是他的天下 不 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 至于我们今天 这个在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十月一号 国庆的前夕 他们讲的 皇子台独 那我现在可以把大陆的政治 很明白的可以说得出来 用武力遏止台独 用实力促进统一 我想这个大概是不变的一个政策 在这个情况下他讲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入围也说 中华民国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对不对 对 但是下面请问 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有很大的固执在里面 假如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所有代表在前世 是唯一合法的政府 所以2758号贼一文 千万不要推 推的结果就会在联合国 由全世界再公认一次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假如你们想让他 只是大家在前世上 模糊存在的东西 要他成真了 就把2758号拿去玩一下 请到脸老师 徐晓鑫所公布的这个公文 我们要问刘四方或者是军方 这公文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当然是真的 所以这份公文 明明白白是由政府 发出去的公文 所以它是为真 那说没有这回事的就是假的 那就是没有说实话 那就是说谎话 所以刘四方 你到底是说实话还是说谎话 我想跟公文做对比 大家就知道了 可是问题是在于 今天这样做的话 就是违反了整个 国际的战争法的规则 日内瓦的公约里面规定 你不可以用宗教的机构里面 作为军事用途 一旦你用了 那宗教的保护机构 就没有了 我觉得你今天赖信德 你要把我们的宫庙 作为一个战场 我觉得这点我们不答应 不管你用宫庙 你用教会 你用教堂 我们都不答应 我们觉得不能够违反 国际间的战争规则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明明白白 刘四方你说 这40万的 民兵 民力 因为赖清德用的是 可是就可依赖的 对 民力就是民间的力量 是 可依赖的民间力量 刘四方你说27万多人 是由现役的跟退役的 社会替代役人来担任 另外有一部分是 这个役销 有一部分是役警 那么另外有一些是民团 这样组成40万人 这是你说的 而且你说他平常的时候 他在战时的时候 他是负责战场的公事 还有就是运输 但问题就是你自己也说 你保留说必要的时候 就投入战争 什么叫做必要的时候 投入战争 那也就是说 这一群没有经过 真正严格训练的人 你要把他投入战场 这都是你说的 我觉得不能够一直 你自己说出来了以后 自己又否认 然后又说这是谣言 我觉得这个本身 这样做的话 是最不负责任的行为 川普当然要把我们的 整个国家 整个政府的总预算 拿来当国防预算 那我们教育预算怎么办 是啊 因为我们拿到百分之十的话 就是两万两兆六千多万 六千多亿 六千多亿 我们一年的政府总预算 才两兆多 那你等于是全部的钱 全部用来 那我们的社会民生 基础建设 经济 教育 什么都不要花钱了 全部用在国防 然后国防用在哪里 向你美国买武器 所以你满脑子想的 就是想把你美国仓库里面的 那些存货往我们台湾来盗 我觉得这个 是我们没法接受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表达 严正的一个抗议 我想刚刚影片看得很明白了 明明白白的是 美国的F-16战机 往俄罗斯的轰炸机在飞 这个轰炸机是这样子 F-16战机是这样飞的 你被拦截出来 那是必然的道理 所以看起来俄国 还是蛮专业的 而且精准度 是很准的 你看你一被弄以后 你就往别的方向走了 这代表什么 俄国的拦截是成功的 所以这个空中的一个接近世界 幸好没有酿成大的一个灾害 那是俄国的战机 如果两边这样对撞 可能就要打上河 因为它是从后面切过去的 而且切得很漂亮 所以它技术好 技术太好了 好 来 江老师 赖总统 在总统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然后几天前又去南投 视察一个基督教教会的营地 在那里是说预备在战时的时候 成为诺亚方舟 他就是在那个地方 斩钉截铁的宣誓 说绝不会与大陆签署和平协议 那这一点引发很多人的忧虑 我们的那个吕副总统 吕前副总统也说 说这样的话 好像是战争就在我们的门口了 绝不签署和平协议 不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川普他最近 因为在很多造势场合 他都会提到乌克兰的战事 他又再骂了这个泽连斯基 他说泽连斯基就是拒绝签署和平协议 然后他讲 他用了一词 即使是糟糕的协议 也比现在的状况要好 就是即使你跟俄国签了一个 不胜完美的协议 也比现在状况要好 那我就想请问万一 当然谁会当选总统不知道 万一川普当选了下一任总统 然后我们台湾的政府 仍然说拒绝签署和平协议 拒绝跟大陆有一个和解 那川普会不会也指责我们 也说我们 他讲话常常在口无遮拦 所以这很难讲 然后提到今天敏感的话题 说今天是我们电视台 用得很谨慎 说建政75周年 其实就是建国了 那习近平说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我也呼应刚才赖委员所说的 李委员所说的 其实我们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Republic of China就是中国 而且我们的现在的宪法征修条文 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都说我们现在处于国家统一前 所以我们并没有放弃大陆的领土 所以如果我们说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 而大陆也是台湾 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神圣领土 这非常好 所以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 我们拒绝了中国这两个字 大家还记得吗 前几年的国庆的时候 我们搞了一个花样 叫台湾National Day 就台湾国庆日 其实是中华民国国庆日 而不是台湾国庆日 张哲世宝需要陪伴与照顾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